大家看到是第一场比赛 听说穿红色服装的平野 今天发烧 刘伟是不是 他状态不太好 对 这个身体状态不太好 今天 开展得很好 对 鄂尔多斯这几年 过去知名度相当高 其实他的体育项目也非常多 像马术 像自行车 像越野 在这个 对 所以一下出了名了 第一个就是直通的时候 第一个闯进这个名单 是吧 对 所以属于凭实力打进来的 但是这些年 好像发展速度慢了一点 漂亮 太轻 就作为平野来讲 很难取胜 我们看平野打萧球的这个 有时候出界下网 这个就叫持旋转 这跟日本队缺乏好的萧球有关系 他们很少能够有机会 替他们练 10比10 嗯 可以起到扰乱对方的作用 大家看平野先采取的办法 就拉掉结合的办法 对 搓拉 有机会就发力 没机会 就这么来寻找机会 然后再杀手锏 再大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能打成这样的这个比分 还是不错的 对旋转的控制 看来还是确实 对 失误率比较高 对 尤其在拉掉结合过程中 再出击的时候 是 失误多 是 你看10比10 这两分就说明什么 是自信心问题 而不是能力问题 它完全可以周旋 但是打到10比10 输球 基本上就是自信心 上面不是很足 所以说这两分球 才拿不下了 尤其是最后一个球 我们看到最后一个球 输得很仓促 嗯 这是八一队的这个曹真 现在也当主教练了 对 八一女 应该是姊妹两个 她妹妹也打球 嗯 这个 拿到了女单冠军 没错 你不管怎么样 这也是一个命运的安排吧 没错 运气好 对 抓住了千载难逢的这个机会 那么现在她也上升了 日本有两个奥运战略的 这个叫奥运基金的 这个资助对象 女队有一个 男队有一个 女队只有她 有这笔资金 用于出国比赛啊 训练啊 你看她到中国来 这个比赛 一来就是一个小团队 有队一 有老师 因为她现在这个 作为日本对她来讲呢 像这种上场 就像上战场一样 你可以牺牲 但是必须壮烈 只要是壮烈牺牲 就可以 就可以养这种状态 就可以养这种 这口气 就可以又累计 又增加了一口气 她可以得分 随着她打萧球 不断丰富 每个人对付萧球 就是你的得分点 到底有多少 有几个得分点 哦 狐狸梅这个兜啊 对 反拉 也是很厉害 她这种反拉 有的时候呢 就是 这个顺着对方的旋转 这兜一把 这第一局 这个平也是有机会的 这样狐狸梅第二局 我觉得他们俩 蔡老师 您这问题问得太好了 我觉得这两个 有很多东西吧 用这个 就是按刘伟说法 就是功力 武阳明显的功力 还是要深 所以狐狸梅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虽然很棒了 很重要的就是 发出抢功 从那个丁松开始 当时95年的食品赛 丁松呢 就发出抢功 非常威胁非常大 后来呢 就到了金石鹤 到2003年的巴黎 世界乒乓球 书给了施拉格 拿亚军 那次实际是 萧球拿冠军的 好的 漂亮 这时候就叫多拍回合 这个主要是练功夫 因为他这个进攻啊 没有那种像李小霞 那种凶劲 或者像丁宁的那种 黏糊劲都没有 但是他呢 你看也是在不断的 好的 对吧 我有机会 我绝不错过 但是狐狸梅相对 这个这叫技术风格 相对来讲 就有点 就是比较老实 对吧 还是是个销的多 是吧 这句球 你看你刚才讲完了 说他搞不好 但是呢 人家也搞好了 就最后这几球 他确实搞得不错 是吧 你看他这种 对这个笑容 现在平野现在拿到了德国平凡球公开赛 女子双打的观点 美女加油 火蓝汉美女大家加油 好吧 美女 美女 这个平昌联赛的这个主场 观众如果离得很远的时候 你就更看不清楚 他这个手上到底什么时候接触的球 哪一瞬间 拍子和球发生碰撞 他的用力方向用力大小 也更看不清 专门做羽毛球馆 做网球馆 都是定向的来做 我想今后 可能这个乒乓球馆 对 也会出台 确实 这三场球对他来讲其实都不容易 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去之前就想拿冠军吗 他这个教练说没有 去之前就想赢一场就行了 去之前的状态特别差 说赢一场就行了 最后拿冠军 所以我就在想 其实这个机会是有给这种 这个时刻准备着的人 准备着 38度发烧 在这种情况下 硬挺着去打这场冠军 而且打得非常不错 因为加大了转于不转的这个 这个使用 所以说这个 这个很快就败下阵了 没错 这样呢 这个 这种很快就败下阳